眼下進口藍莓季已經結束 國產藍莓正當季 開始大量上市 雲南是我國藍莓重要的 產地和集散地 目前那裡的銷售情況如何呢 一大早 記者來到雲南區境的 水果批發市場 看到多家藍莓批發商生意火熱 攤位上一框框大大小小的藍莓 飽滿圓潤 吸引了不少顧客 賣了多年水果的郭先生告訴記者 目前正是本地藍莓的豐收季 這些藍莓將陸續被稱中裝車 即將運往省內外 各個零售門市和商超 本地藍莓它是簡單 從集散地下屬 國下屬到消費者手裡 也就是24個小時一天左右 不會超過一天了 它從口感去新鮮感各方面都好 記者了解到 目前熱銷的國產藍莓品種 以優瑞卡 珠寶 萊克希 F6為主 有的品種口感清脆 有的品種軟糯香甜 批發價根據品質不同 每公斤從20元到70元不等 記者轉了一圈 發現這個市場裡 以本地藍莓居多 幾乎沒有進口藍莓銷售 國產藍莓了嘛 它是真善事的事 而且它價格又有 這個的價錢 進口藍莓要是國產藍莓的 三倍的價錢 我們這個市場裡的交易量 起碼在三燈到四燈左右 一天還埋不掉一倍公斤 中文字幕提供